第二场是跑一千 很少马跑,七只马跑 曾经赢过好几只,一二三六七 现在看到这就是三号状元及上次第六,前次第五 最近三次都上不了名 后面绿色的就是四号的合火红心 试过一次2月21日跑第二,和1月10日跑第一 这一次是潘明辉 五号是水晶酒杯 这只马很好成绩,最近四次有两个第一,两个第二 所以五倍 夹晚大热门是六号 六号看到这只粉红色就美丽第一 潘顿旗这只马最近五次六次,全部有钱收的 包括两个Vin 4月24号和3月27号有Vin 7号就是21倍冷门,叫财财 但最近六次都有一个第一的,11月29号潘顿 2.9倍 现在这只就是六号的美丽第一 那就是因为赛职好的嘛 连续第四,1,2,3,4,5,6 连续七次都有钱收的 美丽第一 对这只马很多人选择 我就是买上次成绩好的 买这只,即买六号五号 何宅瑶,潘顿何宅瑶看得怎么样 何宅瑶这只马也很好 跑了七次 除了一次2月18号的时候 跑第八之外 每次都有 第一就是第二的 5号 水晶酒杯 接下来就是 六支后 还有一些 本路程有赛职的 就是1,2,3 3号这只马 狀元及帝 狀元及帝 就差了些 去到1月7号才赢 那一次马 最近就第五第六 但是呢 今天呢就是 八倍 3号 前面这只呢 就是4号 4号 冷门合火红心 最近呢 跑六次都有两个第一 一个第二 不过是一段日子之前 12月13日 跑过第一的 以及1月10日 跑过第一的 之后呢 近期呢就是 输得远了 黄之康要1号 7号才赢 他要6号5号 我要 赛障家要6号2号 就是想找一只冷的拖一下 其实 看赛职呢 就是6号5号的 看赛职 这就不是给提示的 就是将一些 有用的 镜头就录下它 服务性质的 记录下我自己买什么码 我看马经的 其他的东西 不懂的 6号5号 Michael也是6号5号1号 因为6号 这只马呢就是 每次都有钱收的 就是你看看马经 每次都上名的 那就是你很难给个 就是你的田泰安上去 于是就 考得不好啊 这样很难的 真的这只马是 几好的 就是6号仔 一路都是潘顿骑的 不过潘顿今天就没有 就是 就是 就给田泰安 田泰安 其实这只马都是1月4号 都是跑第二的 第一就没有分 第一就全部是潘顿的 而且1号都很多人选择的 因为1号呢就是 电气骑士呢 就最近 三次都有一个第一的 是报民 报民当时是3.9倍 就是 奇怪的 田泰安 其实1号都赢过一次的 就是1月4号 现在田泰安 又走出去 其实是美丽第一 当然 美丽第一 见积都好些 啊 借积都好些 跑马地 1 2 3 6 7就赢过的 5号呢就是 5号 水晶酒杯呢 就多数跑 沙田1000的 但是这一次呢 就快汇公1000 就要 转一个弯 所以呢 就 没有这个6号那么热 但是路程都是1000 跑1000 就是挺好的 今天第一次就要转弯了 水晶酒杯 就配了中逸礼 放位都好 5档 2号 看看你稀威心 这只呢就叫 紧张大师 紧张大师呢 就是4月24号跑过第三名 本路程 那他呢 六次之中 有一个沙田1000直路的 第一名 就是3月3号 这只马都好 这些二班马来 高班马的短桃 很快马来的 这个 这只3号仔呢 狭元及帝最近就没有第一 去到1月7号的时候 才有一个第一 爆冷门的时候 班德丽 沙田1000直路 庄原及帝 那之后呢 就是 没有上名了 一直都没有上名 现在拍着这只 田泰安的6号 6号 叫美丽第一 很多人选择他了 我也选择他了 6号 我要 好 看看主持 说什么 说什么 去到集口 大家看到一个 一千直路 这个牌照 这个招牌 都不用 都不用怎么说 看到就 是的 5号酒杯 一只水晶酒杯 中逸礼 看他放不放到头 有七只马各族 很多都是熟口熟面的对女 今季已经是跑过不止一次了 给你第一 首次升班作赛 入集 合火熊心 财在 档源及帝 忍章大师 也都搞定了 入正就三只愿门 水晶酒杯 煎喜騎士 和美丽第一 好今晚的第二场赛事都差不多了 那就交给集前 来吧 美丽第一没问题 电器骑士 全部把不准备 打档二场赛事 二班一千短途 全日本是六 准备 好 你一起步的时候 前面快集 后面水晶酒杯快 但是中间紧张大师抢上去 里面还有状元及帝 第三位是美丽第一 第四位是水晶酒杯 后面三只 财材 电器骑士 暂时电口是合火红芯 去到对面直路尾 紧张大师放头 第二位 前面是状元及帝 外面美丽第一 掌上来 第四位是粉红眼酒 水晶酒杯 中档粉红帽 白衣 财材 内南未以红衣 粉红帽 就是电器骑士 摇摇多后 是合火红芯 转回到直路 紧张大师带着状元及帝 外面是美丽第一 塞里面追 有电器骑士 马林中间上是财材 外面水晶酒杯 就是慢慢上 好了 最后二百米 紧张大师 暂时中档追上来 有状元及帝 内南电器骑士 外面美丽第一 追紧 接近中点 外面美丽第一 外面是电器骑士 中间状元及帝 看来第一名 是外面穿上来的电器骑士 第二名 状元及帝 中间 外面美丽第一 两匹马 就需要拍照 至于第四名那只 是紧张大师 结果今场赛事 电器骑士 缩住少许 美丽第一 跑第三 跑得很差 一号仔 电器骑士 很多人选 最近三次有一个第一 六次有两个第一 狀元及帝 就是最近没有什么赛职 第六、第五、第六 那只水晶酒杯 就不会转 就是不会跑沙田 一千 就是很多原因 就是 一路都跑开沙田的一千 快活工一千 不会跑 但是他都出了集 出了集 但是他看什么 为什么不去呢 就是跟以前的跑法 就明显不同了 那二号呢 紧张大师 就是一向都是放途的 田泰安在这里 第三位 红色衫的电器骑士 报民现在在尾尾 那只水晶酒杯 直接跑来 跑都跑不起 不知道干什么 第一 田泰安就走外面 报民就走里面 就被他找到一个位 虽然这只紧张大师也拍过 但是就走开 所以这个报民呢 就在里面 摄到一个位 就冲上来 这三只马 本来是在那里 斗的 这只马呢 就是 走多了很多路程 但是呢 他 这个路程是很好的 就是这个路程是 很厉害的 他这次也是有钱收的 就是每次出赛都有钱收 不过呢 就名次上 就变成第三 就是 差那只 美丽第一 六次 只是有一个第三 其他不是第一 就是第二 一三六 冷冷的 这场马也是 一三个座原及底冷 十八倍Q 那些二重彩多少 二重彩多少 二重彩都是冷满一些 就是这些马 出了一只三号 没弄出来的 没算到 一三六 四百多元二重彩 没算到 四百多元二重彩